嗨,大家好,我是各位的電競技術師 Alan 我們又來到了教訓編的影片 一樣,這都是老師之前打的補充教材附在線上課程的部分 提供一點影像對照,讓大家可以學習上面更有效率更方便 各位應該可以從這個圖上面看到,這個圖很模糊 不過可以看得出來,這是一個台北的街頭 台北街頭上面一個公車站 公車站的英文基本上就是 bus stop 因為通常都是一個簡單的小停車的地方 bus stop 那這系列我們就叫他們什麼呢? 可以看出來這裡還戴口罩,對不對 所以這系列我們叫他passenger 就在這裡 在這邊,passenger 所以他們就是乘客,PASSENGER 他們在做的動作呢,就是在街上排成一台 好,by light up along the street 或是wait in line 好,wait in line 或是state in line 好,所以再跟大家講一遍喔 如果你要說人家排隊的話,你可以說 light up 如果要形容這種狀態,你可以說 be light up along the street 或 queue up 那如果你要名詞的話,你可以寫 stay in line 或 wait in line 不過這個字你看很特別對不對? QUEUE 這個是英式的用法 好,那老師之前第一載路都聽到他說 我也是有點嚇到齁 對,因為光看字面上,你也知道他怎麼唸 但是他叫Q喔 就是Mr.Q的Q 他的法音是stay in queue 或是lie in queue 所以唯一叫 in queue 或是stay in queue 所以我們在澳洲或是英國的時候 常會聽到這個說法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好,那上下車他們現在在這個動作 等到這公司來的時候,他們會準備要上下車了 好嘞,所以我們看一下齁 所以如果你要上車的話,就是get on the train 或get on the bus 來,get off 那如果你要下車,比如get off 那你也可以用hop這個字齁 有時候我們會用hop這個字,H-O-P 所以也加上下車的bus 所以上下公車 那上下捷運也可以用這個字 然後上下火車也可以 所以get on the train get on the bus get off the bus 或hop on the bus 那再來你也可以怎麼講呢 那再來你也可以怎麼講呢 當然你也可以用embarg 這個字 所以可以用embarg 或是disembark 這個字稍微有點難度 但是我們在part1還蠻喜歡考的齁 所以給大家認識一下 the bus 所以上下公車embarg the bus 上下公車embarg 下來就是disembark 好,來跟各位唸一遍 disembark OK好,腳裝你們都唸了 所以這基本上呢 都是一些還蠻常出現的單字 所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OK 所以排隊的話呢 再複習一下 light up 然後如果是 或是你想stay 你來也是可以的 這邊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常用的 一個 的生活單字 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那這就是關於中車的 上下篇的 這個英文 希望對你們這些通勤的同學 也是有所幫助囉 下次見,掰 好,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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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吧